现年74岁的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创始人任正非 两个女儿最近以不同的方式被关注 成为热化 一个华丽曝光 经验无比 另一个却栽了 被加拿大抓了 任正非20岁的小女儿 最近几乎首次曝光 名字叫姚安娜 英文名Enable 是任正非和第二任姚玲之女 她和同父母的姐姐 华为CEO孟晚舟一样 都是随母姓 现在是哈佛大学本科二年级学生 就读电脑工程和统计数据专业 姚安娜前两天 踏上了全球十大名媛舞会巴黎名媛舞会的红地毯 才被人关注 在此之前 关于这位华为二公主的传言几乎等于零 据说这个巴黎名媛舞会非比寻常 能够亮相巴黎名媛舞会的加利 个个都是家事不凡 非富即贵 川普的俩女儿伊万卡和蒂凡尼 也拿不到通行证 纽约社交名媛帕里斯希尔顿小姐 也屡次被这个舞会拒之门外 今年参加舞会的还有著名建筑设计师 被誉名的孙女Anna Perry 香港英大地产副主席兼行政总裁 李志康的女儿Angel Lee 德国科隆的女男爵Lav Miller 来自比利时皇室的女伯爵Hermyn 魔城唱片创始人孙女Juliet等 任正非的小女Anna 小学在英国读书 九岁开始专注于自己热爱的芭蕾舞 从此开始在全世界打卡跳舞 如今不仅是哈佛芭蕾舞团董事会成员 每年还负责出品八场演出 每周至少练舞15小时 这次参加巴黎名园舞会 作为第二位起舞的名园 Anna Bell展示了多年的舞蹈功底 与她的舞伴 比利时王子Gosbert D. Lindbergh Styron在众人注目中优雅起舞 除了芭蕾舞 Anna Bell日常生活中 也是所有女生20岁的样子 她在接受巴黎竞赛画报采访时说 周末逛街 买包 高跟鞋和口红 都是她的小嗜好 这位华为小公主可说非常低调 也只能从肩上的包包 颈尖的项链偶尔流露出附加千金的味道 Anna Bell说自己从小到大 从来不会给周围的朋友讲家里的事情 也会提醒自己生活节俭 就算是买奢侈品 潮牌一类的也会注意避免大logo 这大概算是最朴素的富二代了 Anna Bell也热衷于推动工艺活动 也许 Anna Bell的金钱观更多来自父母 但她买东西不一定要选最贵的 只要舒适就行 姚安娜即将从世界顶尖名校哈佛大学毕业 未来的华为到底由何人来执掌 她说不存在 表示我未来不会去华为的 我觉得我爸妈也没有这个意愿 正当Anna华里登场时 另一个女儿孟晚舟是任正非与第一任妻子 孟军所生的长女 隋母姓 却在了 孟军是个官二代 岳父是原四川副省长孟东坡 她从普通的员工做起 历经多个岗位的升纤 如今已经是华为的首席财务官 CFO 算是华为绝对的高层 孟晚舟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贸易制裁 12月1日在加拿大温哥华国际机场被捕 报道引述加拿大司法部表示 美国要求引渡她到美国受审 美国怀疑华为自2016年起 违法运送美国货物到伊朗 美国司法部已就华为涉嫌违反美国 对伊朗制裁行动 展开刑事调查 分析认为 这意味着华为可能面临额外的刑事处罚 远离之前中兴受到美国商务部的行政处罚严重 暂时不知孟的前景怎样 华为首先回应至 不予置评 不实报道 直到周四 六日 发布声明 证实她在加拿大转机时 被加国当局 代表美国政府暂时扣留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 表示坚决反对并强烈抗议 要求放人 有分析者 在这风投火之下 担心华为成为第二个中兴 扣除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